欢迎收看宅男的世界 话题不设限 首先看到 真的会让台湾民众 觉得蛮感动的 来自于外太空的问候 这是美国一个太空人 科帕拉 在Twitterpo了一张 从国际太空站 看台北的空拍图 那么在他po的那张照片里面 我们看到了台北 是在黑夜中 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淡水河 科帕拉在上面写着 晚安台北台湾来自太空站 网友看了就觉得太酷 太特别了 分分留言谢谢他 也欢迎他来台湾 而这个来自德州的太空人 是接棒退役太空人 凯利到国际太空站去工作 除了台北之外 他之前拍过加拿大 墨西哥还有阿根廷 好 说特别 高雄一名男子 他的眼睛仔细看到 左眼瞳孔的形状 竟然不是圆形 而是台湾的形状 他是在车祸之后发现 视力模糊了 医生检查说 是眼睛的人空水晶体 受到了外力撞击之后脱位 所以他的瞳孔一起歪斜 出现了很罕见的图案 照片中是名男子的眼球 但他的瞳孔不是圆的 而是呈现出台湾的形状 正常来说 这个脚应该是在 我们红膜的后面 所以说我刚刚讲 它卡住 所以说它形成一个 像台湾的形状 原来患者是名60岁的阿贝 一年前因为白内障 专过人工水晶体 但没想到一个月前 他骑机车出了车祸 就这样撞伤了眼睛 结果视力突然骤降到0.1 才惊觉不对劲 医生说原本该在眼球 后方的水晶体 因为受到强力撞击后位移 而这样的案例常常发生 只需要简单手术就能恢复 但出现台湾形状 这可就罕见了 人工水晶体脱位的现象会很多 可是会突出现这个图 在我们的医学的案例上 应该是第一个 而同样罕见的在嘉义普指示 你发现了吗 天空中飘出了一朵 轮廓像极了台湾形状的云朵 而十几点刚好就在520 新总统蔡英文就职前 一连捕捉到台湾的踪迹 让民众嘖嘖称奇 TVB的新闻苏太尹牛旋 嘉义高雄综合报导 二月名中年女性 她用电动按摩棒 按摩自己的肩颈 结果连续两个月 她出现了视力模糊 眼歪嘴鞋 眼中风了 那么医生特别警告 因为她的血管里面 是有血栓的 按摩之后 飘移到了眼睛血管 堵塞了她的视网膜的颈脉 很多人肩颈酸痛 都会拿按摩器来按摩肩颈 可是也要注意 如果血管里面有血栓的话 可能也会引发眼中风 一名40岁女子 用按摩器材按摩肩颈 不小心压到颈部侧面 结果让颈动脉的血栓 飘移到眼睛血管 视网膜静脉阻塞 俗称眼中风 这边就有颈动脉的地方 那在这凶手颅突击之前的话 就尽量避免去按摩 以耳朵为基准点往下化 前面这一块 就是颈动脉要尽量避开 不管用按摩器材 或是徒手压 力道都得控制 就怕血栓被震动掉落 病人如果高血压高血脂的话 这些脂肪 就会比较容易沉积 在颈动脉色的地方 不当的按摩 甚至会造成颈动脉玻璃的 那一个现象 一般人如果肩颈酸 也会扭脖子 这种输压方式 医师说比较没有影响 但也提醒高血压 或是高血脂病患 血管比较容易有血栓沉积 按摩时就要更加注意 TV新闻 张高华谢品台北报导 而再看到 这算是为了员工的工作压力 蛮体恤的给他们一道股来发现吗 我们看到了立法院办公室 人家抱怨说是在开party吗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 他的服务处搬来的这一套电子股 常常让助理下班的时候练习 可是隔音效果真的不太好 所以隔壁立委助理就抱怨了 说都不想到别人吗 林长佐今天怎么说呢 白场摇滚秀电子股最能带动气氛 偏偏着高分被中低音 如果从立委办公室传出来 可不是人人都受得了 大概应该是六点以后下班的时间 如果有听到声音的话 我们就会开个文章说 是party开始了 蔡建源脸书也爆料立委 林长佐办公室每天下班 鼓声响起实在很干扰 林长佐从精选办公室 搬来一套专业电子股 甚至遭人爆料 近期几位助理下班开始团练 练到忘我 继续林长佐委员的办公室 几步度的距离就是立委 徐志荣委员的办公室 但其实在这里还是可以非常清楚 听到电子股的声音 因为其实立法院本来的隔音 就没有非常好 立法院隔音已算老旧 检视林长佐会议室 根本没有半块隔音棉 在这里练股不吵到人才怪 但林长佐出面喊约 没接获检举合罪之有 没有人抗议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目前状况是还好 那毕竟就偶尔 大家这个需要发泄一下 说他就去打一下 不撤股也不降低音量 前方白板上人就写着乐谱 地板摆的也是电玩游戏 林长佐坚持做自己 蔡正元脸书酸到底 立委薪水是选民出的 拿来练股是哪招 如果说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 真的会吵到人家办公还是怎么样 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隔壁立委好言相劝 腰滚乐手爱音乐 进入国会殿堂 也该收手脸 TVB新闻洪荣明学习 特报道 老歌经典难忘 最近有两场民歌演唱会 各自在吹票都希望 观众能够赏光 而当然演唱会的卡丝阵容 是最主要的卖点了 这些歌手们还费尽心思 在想办法老歌行长 你会记得 我愿意记着 万方温柔嗓音 替谜歌演唱会开场 现场一首首经典民歌 天下慢慢都是一样的 我天下慢慢都是一样的 民歌四时巡回列车 最后一场 悬在母亲节前夕举办 特地演唱应景歌曲 陪歌迷过节 虽然是群回演唱会的 最后一站 不过却揭开 以民歌为主题的 演唱会序幕 因为接连两周 还有另一个民歌四一高峰会 要接力开场 老班底王梦凌 依旧参与其中 施绍荣 徐景淳 也都是演唱会嘉宾名单之一 今年甚至还改编歌曲 把民歌曲风用Rap的方式呈现 想要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每次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很开心 而且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来 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传唱 而且也是一个传承 北中南三场演唱会们票询问度超高 民歌全都挤在五月举办 从五月七号的民歌四十列车 十四十五号接连两天的民歌四十一高峰会 还有二十一号的台中场 三周就有四传跟民歌有关的演唱会 要用大家熟悉的歌曲勾起五六年级生的会议 体育平新闻最后报道 而要追求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 有人在年轻的时候考虑好多 考虑家庭 考虑小孩 考虑另一半 那年长了你有没有勇气为自己而活呢 日本现在就兴起了一种族婚 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婚姻形式 不是结婚离婚而已 族婚就像族夜毕业的意思 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毕业 他们是在维持婚姻的状态之下 夫妻两个人在小孩长大成人之后 分开生活然后追寻自己想要的梦想 比起离婚一刀两断 他们觉得这样的关系反而比较增温 而且获得了不少的回响 那么日本社会还有另外一个新名词 叫做葬礼难民 因为火葬的场地不复使用 业者甚至想出了 让死者赞助的特殊旅馆 婚姻不是非黑即白 离婚也不是唯一的出口 六十六岁的设计师太太想留在都市 而她六十三岁的摄影师先生想回乡种田 最后两人达成共事解开束缚 放对方一马 而这个理念有个代名词就叫做族婚 族婚的族有毕业的意思 夫妻双方在维持婚姻的法律形式下分开生活 用剩余的岁月追寻未完成的梦想 日本的离婚率居高不下 其中又以同居二十年以上的夫妻 熟年离婚的案件逐年暴增 从80年代的百分之七点七 到2013年已经占全体离婚率的百分之十六点四 但比起离婚的一刀两断 今年兴起的族婚反而让双方关系更加温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顺境逆境因人而异 但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关 日本却出现卡关的情况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 目前日本一年的死亡人数 大约在一百三十万人 未来十五年还会激增三十万人 迈入所谓的多死社会 在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的死者都采取火葬 但火葬的场地现在就已经不够用 葬儀难民何去何从 葬儀业者也看准了趋势 外头看起来跟一般的旅馆没两样 但走进房间一目了然 里头的这幅棺材就是专门用来安置遗体 是一间名符其实的遗体旅馆 尾于大阪前三世三十年的老旅馆 業者將它重新改建 在四年前開業 不只提供遺體在火葬前的安置 家屬也能在旅館守夜 還有為親人舉行告別式的場地 整個費用包辦下來 四十五萬日圓 不到日本平均葬儀花費的四分之一 以祁鈺縣的穿口式為例子 五十九萬的人口 卻沒有一座國營火葬場 因此像這樣的特殊旅館 在日本佈置一間 在焼岸上去的幾天 家屬也來看見顏色 現在的忙碌的人 想要看見這個 那是不錯的 位於神奈川縣的這間遺體旅館 則是由工廠改建而成 業者表示 未來還計畫在其他城市開業 以豁達開放的態度 看待人生選擇題 一切都不成問題 TVN新聞綜合報導 而讓新政府要抉擇的 就是WHA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是出席還是不出席呢 快手點播往來看 已經決定了 要派準衛府部長林奏妍 代表出席 強調跟聯合國決議文無關 那民進黨立委 在國會通過決議 反對任何國家政治操作 影響台灣去參與國際事務 還批評總統府跟大陸一搭一唱 由一中框架新政府 不過陸委會說了 4月份跟陸方熱線 表達了我們出席的決心 5月6號也提出了抗議 另外再看到 台灣招商障礙不少 繼臉書宣布暫停投資100億之後 Google在彰化加碼 3億擴廠的計畫也受阻 他們4年前在張濱工業區 設置了一個雲端資料中心 用水量要從1000噸增加到6000噸 問題來了 水公司根本沒辦法負荷 彰化縣長說呢 工業局要在和美鎮 找一個地方 花14億新建 儲水 輸水 設備 環保團體現在已經反對了 還要看到 是來到台灣為職棒 開球日本寫真女性讓家印象深刻 運動學歷這麼驚人 投出球速104公里 大家好 我是透露雅美 不留歷的中文 親切say hello 日本棒球美少女道村雅美 第一次到台灣出席兄弟相的主題日活動 聯軍身上先表彰 三油之鞭 台從投手許明傑手中擊出安打 道村雅美不只是寫真女心 她是真的會打棒球 好 就這樣 台灣的職棒選手都覺得 很特別的寫真女心 國外有個極限運動團隊 是挑戰花式灌籃 她們是在河面上能用繩子擺盪完成的 她也是守護奇蹟 這樣的灌籃你看過嗎 一個擺盪瞬間命中紅星 或是從半空快速跳躍飛起 再一次誤然成功 就連水面游泳圈也難不倒 算好距離 同樣完美落水分秒不差 她們是Dunkin Davos 斯洛維尼亞的極限運動團隊 以高超灌籃技術文明 過去曾在多國巡迴演出 挑戰驚人絕技 無論是彈跳翻轉 或是跳躍入籃 全都得心應手 這次她們來到歐洲薩瓦河 在離水面900公尺高的橋上 綁上長繩 破破盪繩的弧度挑戰空中灌籃 只見所有人一個接一個快速擺盪 抓了球就往籃框送 沒成功的只能普通落水 就連女生也下入戰局 放聲大叫挑戰自我極限 神乎奇蹟的花式灌籃 讓人看為觀止 這新聞總謀道 籃球跟披薩可以扯上關係嗎 這披薩店設計的上菜秀滿特別 這盤大的跟籃球有得拼的東西一上桌 客人一陣驚呼 接著服務生一點火 膨脹的麵皮突然燃起藍色火焰 發明著噱頭十足的披薩店 位在南韓首爾 浮湯披薩 浮湯披薩 接著用剪刀拆蛋 就能享用熱騰騰的披薩 吃不飽的話 剛剛被剪掉的麵皮 其實不是燒焦 是墨魚汁染色的效果 把它拿來沾醬料吃 也是不錯的選擇 生物是焼成的 很滑滑 非常香脆 而且美味 近期有不少歐美披薩名店 選擇到東京開店 像這間5月初 在新宿新南口開幕的披薩店 就以多種餅皮 以及44種配料 吸引韜客大排長龍 另外還有餐廳推出甜筒披薩 看起來像冰淇淋的 其實是馬鈴薯泥 要帶給客人不一樣的 視覺跟味覺感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等一下告訴你是 大陸第一高 世界第二高樓上海中心大廈 玻璃竟然砸下來 馬上回來 好 今天來自於大陸一個消息 說他們的第一高樓 起因為也沒多久 上海中心竟然有玻璃砸下來 而且砸到了車子 我們來看一下收到的畫面 那麼這是發生在 今天早上10點40分左右 大陸媒體報導了 說上海中心76樓 正在更換壞掉的玻璃帷幕 結果疑似操作舒適 竟然會讓整片的玻璃摔下來 然後砸到了一台 特斯拉轎車就砸在旁邊 碎裂了一地 那麼上海的這個高樓呢 是大陸第一高 是世界第二高 632公尺高 地上有127層樓 不久之前才剛剛落成啟用而已 就發生了意外 不過到目前為止 上海中心還沒有對這一次的事件 做出任何的評論 好像說今天台灣呢 很多地方都發布大雨特報 特別下午之後 那麼看到了 不斷地打雷 下大雨 雨勢噴火 甚至還說 可能在中部地區會有冰雹 美國的科羅拉多州就發生了 冰雹豪雨的災情 甚至還出現了12個 大大小小的龍捲風 房子都毀了 那麼另外在泰國呢 在過去這一個月 他們注意的是高溫到了40度 甚至到了44.6度 很多人中暑死亡 巨大的龍捲風 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延伸到地面的雲柱 粗壯到嚇人 連車子都差一點被吸過去 科羅拉多州遭到春季風暴襲擊 除了龍捲風 丹佛地區還下起一陣陣冰雹 部分地區則是好雨下不停 超過12個龍捲風 接連襲擊科羅拉多州東北部 房屋都成了殘磚破瓦 露營區的拖車被掀翻好幾輛 還有車子被捲進河裡 週末氣溫還有可能下降到攝氏8度 不過泰國卻碰上超級高溫 泰國15個城市都被高溫溶罩 用電量也破表 政府只好宣布限電 不少人跑到百貨公司吹免費冷氣 不過目前已經有超過30個人中暑死亡 當局提醒民眾多補充水分 避免在烈日下活動 TVB的新聞 綜紅報導 在台灣民眾其實蠻難想像 一把火會燒掉超過7個台北市的面積 加拿大野火真的是完全失控 火是一天擴大了一倍 那麼到目前為止 CNN形容說這場火是世紀末日野火 已經燃燒一個禮拜了 不但控制不住 而且因為天氣不好的關係 使得它到目前為止燃燒的範圍 超過2000平方公里 相當於7.4個台北市的大小 而整個火失控 加拿大當局也有一點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陸續派出了1100名的消防隊員 110架次的直升機 希望能夠撲滅火勢 目前希望的是老天爺能不能夠幫幫忙 來一場大雨阻擋山林大火繼續的燃燒 這是他們現在最頭痛的問題了 而另外看到有民眾在使用高壓水槍 清細水池 沒有想到就在要插電的時候被火火的電死 那其實這是220伏特這名男子 因此在幫小孩清水池的時候送了命 就水電師傅提醒了 最好是有一種阻電器 那麼能夠確保安全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的 那麼最後再來看看民眾突發奇想了 割草機可以拿來當小鋼炮一樣 大家來比快嗎 真的五個人一起競竹競速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了 小鋼炮 小鋼炮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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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n him, I'm on him, let's do this Let's do the photos right behind you If he bumps me, I swear He took you one My throttle stop